你生活的城市病了 城市中都是诡异虚影 关了一局派你们去解决黑水村的诡异 你们却发现全体村民们都被诡异控制 于是购置了大量的汽油布置在村庄各处 与此同时 在黑水村附近的一处树林中 之前那对男女竟然双双跪倒在地 他们就是被完全控制的傀儡 而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女子 此人正是光明俱乐部的二把手傀儡师 也正是她通过这两个傀儡 给别动队留的种子操控的 画面一切 时间来到晚上十点 让姚夕放出火球 这个黑水村就熊熊燃烧 接着一个声音从火海中传出 随后一个年轻女子走出 我本没想杀你们 可你们回了我的家 你们该死 此时幸福下来的村民已经没多少了 他们疯狂冲过来 女人手一挥 接着河水就被卷起 巨浪一样打过来 姚夕大惊 她不是诡异 她是御林师啊 二阶御林师 控水是她的能力 冷风吃尽了 那头发鬼是怎么的事 而你却通过血统逐渐理解一切 这个女人是御林师 但她的头发是诡异 这是一个复杂的共生体 这一次有了提前准备 你把青铜烛台丢给冷风 让她用血肉之力开启这件诡异 果然烛台点亮 火光形成一个圆形护照 在范围内的上司村民 行动速度都会变慢 冷风嘴唇都在哆嗦 你们快点 我的血也撑不了那么久 于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姚夕和水系御林师战斗 活练死水 而你则去对付一部分 被头发鬼控制的丧尸村民 但丧尸数两时太多 你杀了不少还有很多 结果这时 背后传了一个自信 阳光且充满磁性的声音 樊哥 麻烦让让 卧槽 你傻眼了 这是冷风 你想起她的能力 晚上11点后 变高变帅 吸引能力增强 这 这是鸭王变身吧 接着她如无人之境 那些个普通葬师 根本爱不是她一拳 不过 她想对付头发鬼本体的时候 双手双脚被头发缠住了 对方以柔克刚 她压根没办法 但头发鬼也就到这了 因为你趁机发难 信用血童 钉住对方身体 借着一刀割喉 二阶御林师 死 可就在此时 三瓦飞刀村远处射来 一扫没有惊讶 手术刀变相挡住 但身体 也被击飞出去老远 来者 这是光明俱乐部的二把手 傀儡女 身边还带着那一男一女俩傀儡 她走到头发鬼身边 手掌进行一拍 头发鬼就变成了她的傀儡 疯狂大叫 嘎嘎嘎 躲了一个二阶御林师部下 萧帆 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们批给你死我活 我也不会有机会 好了 现在你可以死了 说完 她和头发鬼一起动手 那一男一女体型变大数倍 围攻过来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一位 二阶御林师都得登死 可你却笑了 就等你出来呢 引爆了手术当中的 诡异力量 加持到自己身上 瞬间 魂神尘导着黑气 生不成 傀儡女大惊失色 你疯了 把诡异的力量 引到体内 快阻止她 她暴走了 可为时一晚 你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体内痛苦之力全爆发下 先解决了那一男一女 再杀了头发鬼 最后 把刀架在傀儡女脖子上 现在该轮到你 感受痛苦了 告诉我 一千减七 等于多少 一刀削手 战斗结束 解决完傀儡女之后 那头发鬼的头发 居然次行脱落 飞到了你头上 居然是想证据你的身体 可当她感受到你体内的 痛苦之力后 你再炸毛 最后 你一声冷哼 头发变得无比贴合 成了你原本的发型 没错 头发鬼的能力 也为你所用 这次事件解决后 等你们回了调查局 又有新情况发生 那就是调查局 派往精神病院的调查员 出事了 他不但被精神病院的孟爷杀死 而且孟爷还逃了出来 如走了副队长 公孙雅柔 并在神秘组织的力量下 进化成了S级诡异 将整个绿藤士 都笼罩进他的鬼域 局长温雅仙头疼了 这相当于 大家都进入了梦境 只有找到鬼域本体 才能度过这次危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他拿出了 被封印已久的A级诡异 一只毛笔 据他所说 这毛笔诡异 只要握着询问 就会写下答案 但也会付出相应代价 一对队长火灵二笑了 放着我来 然而你一把多过 还是让我来吧 温雅仙瞄懂 看着你一定 是预知道了什么 询问开始 你念到咒语 比先比先 你是我的前世 我是你的今生 突然 阴冷之气 从毛笔中扩散 形成了一个女鬼虚影 你问道 这个世界的诡异真相是什么 此言一出 温雅仙等着脸色大变 小凡 你疯了吗 这种问题的代价 你承担不起 结果就是那女鬼虚影 疯狂尖叫 而你 你整个人原地爆炸 再次醒来 你问了别的问题 我为什么能死亡回答 爆炸 全世界 为什么只有我能看到鬼影 如何才能杀死老婆 死亡数次 你也反应过来了 比先虽然冷静不低 但却根本没法 回答那些隐秘 于是 你正儿八经问了 却哪里才能找到 梦魇真身 比先终于写下两字 寺庙 火灵尔 也是突兀了 绿藤是大小寺庙几十家 这不是谜语人吗 而你也感觉胸腔内 一阵巨痛 居然空出了一个大洞 这次的代价 是你的心脏 等再醒过来的时候 你直接问是哪个寺庙 屏幕一黑 火灵尔跃跃欲试 放着我来吧 可你却平静一笑 不用问了 梦魇的真身 在普多寺 温雅贤和火灵尔也反应过来 莫非 那些欲知道了 正是如此 于是乎接下来的行动 你们分为两个小队 火灵尔带一批人 负责救援城市居民 你在调查局 剩下的人前往普多寺 由于整个绿藤市 变成了梦魇的鬼狱 他在路上用其他诡异 事材重重难关 第一关便是人头灯笼阵 灯笼会从前方 随机方向飘过来 若不及时躲开 就会被诡异吞噬 你跟大家说 跟紧我 一会儿我让你们跳 就跳 至于你为什么会知道规律 别问 问就是死多了 一字字闪转腾脱中 你带着小队成员 金钱躲过 可到了最后 有个年轻量力的女子 灵性有些失控 摔倒掉队 他起立大叫 不 你们快停下来救救我 可看到你们 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 谈不如疯狂 竟然不救我 他就一起死 居然是要主动引爆 人头灯笼 一旦主动攻击 就被数万灯笼包围 到时候谁都逃不出去 突然一把手术刀 插入他的额头 女子怒目远征 话了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你出手 大家都松了口气 等到了安全处 有个年轻女子站出来 指着你的鼻子骂 如果你刚才停下来救他 他就不会这么极端 也不会被杀 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冷风不满道 什么话这是 如果不是凡哥 你们所有人早都死了 年轻女子反驳道 我们完全可以 多消耗的联系 和血气之力救他呀 哪怕多一丢丢风险 但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还有肖凡 他最后攻击灯笼 是他不对 但抛个事实不谈 你就没错吗 大家都跟着你 是因为信任你 你完全可以救他 你为什么不救 你真的冷血 baby 是你 害死了 你呵呵一笑 所以呢 你就这回狗叫了对吗 就答是我害死的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杀了我报仇 还是离开队伍自己走呢 你 年轻女子一下僵住 要他离开队友是不可能 没了你 他还怎么在梦魇的鬼域里活下来 立刻对众人道 难道 你不就眼睁声 看着他抛弃队友吗 这样的人 凭什么当队长 众人都沉默不语 多话的灵性和血气 说起来简单 但这一关消耗过度了 下一关呢 下下一关呢 到最后 拿什么打梦魇 你二话不说带队走人 那女子 咬牙跟上 可你却反问 你不认我当队长 为什么跟着我的队伍 她脸色一身青一身白 我是要去葡萄寺 解决梦魇事件 虽然你很冷血 但我不跟你计较 等彻底解决 我会为死的人 向你讨回弓 耍了一下 荧光闪过 到脖子上 插了一把手术刀 在众人惊得的目光中 一点点头 果然 在这时候